他拿走了公司的钱,但钱却早已不在他的手中。 我都说这个钱会比这个难一大吗? 他说钱给了女友,而女友的照片竟引出了暗中暗。 他们热恋了三年,竟然从未见面。 今日说法不明播出,我的恋人是明星。 2010年,云南警方破获了一起贪污公款的案件。 案值不大,也就四万多块钱。 但是让警方惊讶的是,嫌疑人提供的赃款的去向,居然指向了电影演员董捷。 怎么回事呢? 2010年,云南省玉西市一家4S店的财务人员,来到了玉西市公安局红塔分局。 他们报案说,一名姓曾的职员拿走了给车主办理牌照的四万多块钱,不知去向了。 就在民警四处寻找曾某的时候,第二天,曾某在表姐的带领下来到了红塔分局,投案自首,并承认了侵占4S店公款的事情。 曾某交代,红燕丹是他的女朋友。 这起职务侵占案件的数额不大,犯罪嫌疑人也已经归案,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是警方却觉得,这个案子不能就这样结了。 这个案子,我要求金正大队就是要不要随便结案,不要吵着结案,就是要把后边这个钱的去向,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查清楚。 进一步分析案情之后,警方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曾某说,侵占的公款全都给了女朋友纳燕丹,但是他现在却不知道女朋友的下落。 当时他接受是这样,当时他说是他认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身高有1米75。 曾某给警方提供了女朋友纳燕丹的一个手机号码,警方拨打之后发现已经停用了。 警方进一步查询纳燕丹的个人信息。 经过后边我们去查证,在云南省没有这个人,没有叫纳燕丹的名字的这个人。 这个时候,曾某的家人代替曾某还清了侵占的公款,曾某被取保候审了。 但是,红塔分局经侦大队的副大队长罗俊却始终放不下这个案子。 但是我一直感觉这个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案子的那个关注和侦查的话。 一个多月之后,民警罗俊又给曾某打了电话,问他有没有女朋友的信息。 他就突然想起来,他那个,他原来女朋友发了一个那个彩信。 曾某将女朋友的照片用彩信的方式发给了民警,希望能帮他找到女友。 我感觉这个女孩子还是蛮漂亮的,当时感觉那个,就是还是像那个生长在北京啊这边,那个比较大一个城市里边的人。 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当时我就放在,我就存在我手机里边。 用一张照片去追赃款的去向,这可真的像大海捞针一样。 不过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警方目前掌握的唯一的线索。 民警罗俊没有想到,他存在手机里的这张照片,给他本人也带来了麻烦。 这天下班之后,民警罗俊的女友来看望他,女友无意间翻看了他的手机,之后就开始发了脾气。 那天他拿我的手机看到,哎,我的手机里边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的相片。 我说是一个案子上的一个嫌疑人,他女朋友,我真的找这个人,真的想办法找。 女友不相信罗俊的话,又仔细地看了看照片,突然说出了让罗俊十分吃惊的话。 他有点怀疑,所以他就一直,他就左看右看,我看他看了一块,然后我说真的,我说,这是我真的找这个人,碰过很多方法找不到他。 然后他就发现,他说,好像不对嘛,有点像那个明星董洁嘛。 曾某的女友怎么可能是电影演员董洁呢? 对于女友的话,罗俊半信半疑。 我们就接着在电脑上就发,把所有董洁演过的电影啊,图片啊,就都收出来看,确实有点像。 像,但也仅仅是一种感觉,仅凭着这些,还不能说明这张照片就是董洁的。 必须要找到和这张照片完全吻合的图片才行。 于是,罗俊将董洁演出过的所有剧目都找了出来,一个一个认真地看。 就发现有部电影里边,跟他这个衣服,那个服饰有点像,也是戴着那个手镯,一个白色的手镯,和一个那个紫色的那个,那个,那个羽绒服。 然后就发现,然后再继续搜,最后面把那个所有董洁演过的电影都调出来,下载了以后,来慢慢来找这个服饰。 然后最后还是找到了,这个电影是那个最后的矮和最初的矮,一个剧照,一个接屏。 看到曾某还是不说实话,警方将董洁演出的节目放给曾某看。 当看到董洁打电话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曾某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一个演员的记照,我还一直信以为真的是他的照片。 当时我就站在这儿,当时我就哭了,心里面太难受了。 然后他知道,败露了,然后他直接就说,他说,好好好,那我跟你们全部说了。 你现在知道的事情吗? 你全不知道。 那是你很好看电视之后? 我看了电视,但我看电视,我都看了,只有其他我都不看。 曾某向警方承认,他的确说了谎话,但这里面却是另有苦衷。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事说出来,给所有人听,任何人都不会相信。 任何人不会相信。 对我觉得他匪夷所思吧。 匪夷所思? 难道曾某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为什么说没有人会相信呢? 做下来详细了解之后,曾某才说,他给女友会的钱,远远不止四万,而是近三十万。 2006年8月,曾某高中毕业之后,就来到了表姐开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从事代办汽车落户手续的工作。 曾某是个孝顺的孩子,下班之后,都会回到家里经营的小卖部帮忙售货。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自称叫纳宏锦的人。 纳宏锦经常来店里买烟,时间长了,就和曾某成了好朋友。 对方是个有实力的生意人,曾某很是佩服。 听说曾某还没有女朋友,纳宏锦说,他有个妹妹叫纳宴丹,在北京上大学,他想介绍给曾某做女朋友。 他说长得很漂亮嘛,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身高一米七,零点。 自己只是高中毕业,纳宴丹不仅漂亮,而且还是大学生。 曾某当时怎么也想不通,纳宏锦为什么要把妹妹介绍给自己。 反正给他感觉就是比较本分啊,这些。 曾某的心理还是没有底,于是他拨通了纳宏锦给他的电话号码,和纳宴丹取得了联系。 没想到,纳宴丹非常爽快开朗,表示愿意和他交往。 两个人先是通过短信聊天,后来又通电话,热线中你来我往,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一天晚上都不可能,除非是他没空了。 但是曾某却总是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纳宴丹一直拒绝和他见面,甚至连照片都不给他。 要求的不下一次,把一次吧。 在两个人热恋的过程中,纳宴丹向曾某提出想要几百块钱零花钱。 曾某每个月大约都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因此给纳宴丹记几百元的生活费也并不算什么困难的事。 反而让他觉得两个人像是一家人。 自从曾某和纳宴丹谈上恋爱以后,纳宴丹的哥哥纳宏锦就很少来小卖部了。 有一天,纳宴丹告诉曾某,说他的哥哥病重住院了。 曾某提出要到医院去看望。 纳宴丹说,哥哥已经转到离玉溪很远的北京、上海那些有名的医院去了。 曾某也只好作罢。 可是一个星期以后,更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女友的哥哥去世了,自己不能袭手旁观。 但是纳宴丹却只让曾某在玉溪挡着。 几天之后,纳宴丹来电话说,让曾某再给他会些钱。 说哥哥留下了八百多万元的遗产给他,需要一点钱来办理手续。 比如说,要走一些送点礼啊,请人吃饭啊,什么的。 曾某觉得,此事自己有责任帮助纳宴丹,于是毫不犹豫的到银行汇了钱。 可是,在这之后的一年半里,纳宴丹却一次又一次的向他开口,而曾某也就一次又一次的去银行汇钱。 一直到了09年年底,慢慢的开始大逼的向我要钱。 反正都是三四千块,五六千,或是有时候一万多。 钱要的越来越多了,可人却一直见不着。 曾某渐渐的开始对纳宴丹产生了怀疑。 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子? 但怀疑过之后,他爸又打电话给我说,忍着一点,忍着一点,你们的事我也了解,我也知道。 等他把这个事儿办完了,因为办完这些东西肯定要一个过程嘛。 等他把事儿办完了,你们在一起了。 纳宴丹父亲的一番话,让曾某的怀疑有所减少,但是却始终见不着纳宴丹,他心里还是没有底。 你在什么地方我过来找你,或者是我在什么地方等你,你过来接我,然后也不行,不行,之后就吵起来嘛。 吵起来,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发了那张照片给我。 两人谈了两年多的恋爱,曾某以为,他终于看到了纳宴丹的庐山这面目。 还挺漂亮的,从一开始不同意给我照片嘛,到现在他也给我一张照片。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纳宴丹的父母始终也没有带着他来见曾某,可是曾某的钱却是越会越多。 自己都没了,我就跟朋友借了,然后朋友借了,贵给他,没办法自拔了,已经陷得太深了。 可是纳宴丹还是在不断的要钱,曾某终于挺不住了。 曾某提出分手之后,纳宴丹就没有了消息,不过几天之后,纳宴丹的父亲突然又来了电话。 然后他爸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自杀了张宴丹,问我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爸,他爸爸还逼我要钱,说万一死了怎么办?要我拿钱出来跟他看病。 这个时候的曾某已经没有朋友可以借钱了,所以他就偷偷挪用了公司的四万多元公款。 而将这笔公款打给纳宴丹之后,纳宴丹和他的父亲也消失了。 从曾某自己的讲述上看,他很有可能陷入了一起有预谋的诈骗案当中,而且他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团伙。 至少有三个犯罪嫌疑人,一个是哥哥纳宴丹,一个是妹妹纳宴丹,还有一个是父亲纳明东。 但是因为曾某一开始向警方撒了谎,他们错过了最佳的破获案件的时机。 到现在为止,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把所有有价值的线索都给抹掉了,他还会给警方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吗? 原来曾某刚认识纳宴丹的时候,纳宴丹曾给过他一个QQ号,但是由于曾某不使用QQ,所以时间一长就忘了这回事。 于是警方马上对这个号码进行了调查。 90后那种女孩子那种那种风格,然后我再查了一下那个资料,我发现这个男的是通海的,叫廖春波。 警方将廖春波的照片打印出来,让桑某过来辨认。 看出,认出来,他就是当时来我们家麻烟,去我们家吃饭,然后跟我说,他要,要我去帮他的那个廖春波。 看到那个相片,马上激动的那个掉眼泪,雷那个桌子,他说就是他,就是他,他我,他死了我都知道是他。 原来,纳宴丹的真名叫廖春波,于是警方马上行动,站开抓捕。 当时抓到他的时候,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住在那个,应该三星级的酒店,应该将算最好的酒店。 谁知道,廖春波交代,他并没有同伙,所谓的妹妹纳艳丹,父亲纳明东,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他一个人装的。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欢迎王老师。 你好。 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个大男人,他可以分别模仿三个不同的声音吗? 首先,我们说这个骗子的骗术太高明了,是吧? 这个真是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防骗,这第一次。 而且你看他的整个的手法,我觉得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是吧?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相识是正面相识,是吧? 相识之后,说我有一个虚无缥缈的妹妹在北京上大学,你看多好多好,一米七的个子,是吧? 多漂亮,是吧? 然后呢,中间有人拖,一会是哥哥,一会是爸爸,反复的出现,让被害人相信,是吧? 然后悟拖,他这个杀手剑是一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太漂亮了,是吧? 可是这个照片居然是一个电影明星的照片,万一人家要看出来呢? 我估计他也想到可能那人没看出来,实践证明他就是没看出来,是吧? 这是悟拖,然后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一般来说, 这种陷阱都是三张牌,馅饼,震撼,亲情,可是没想到,他这三张牌组合在一块儿,他先是用钓鱼,是吧? 因为他这个哥哥家里称好几百万,用这个来钓鱼,但是这个钓鱼呢,实际上不是关键的,关键是震撼,他这里边是两个死,一个是我哥死了,你得给钱吧,是吧? 再有一个,最后那个恋人,所谓的恋人自杀了,你给钱吧,所以这种震撼牌的效果,你看啊,人在亲情的时候,防御最低,震撼的时候,一下震崩了,然后呢,再有一个八百多万的这么一个红蚯蚓在那蹦蹦跳,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被害人呢,叫小曾啊,确实是, 他要是上了当了,也是真的,对方太强大 可是为什么曾某就会上当,廖春波就会得逞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当事人的说法 但是我在那边还是有点不幸 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竟然能够扮演女生,而且还和曾某谈恋爱,警方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在随后的提审中,警方逐渐相信,廖春波的确是一个人扮演了三个角色 当时他来的时候,他讲的每一个细节和那个植物性战那个嫌疑人讲的非常相似,每一个细节都一样 想不通为什么他一个人扮演这么多角色,骗了我三个年都没发现 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廖春波,但是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 经过记者反复耐心的工作,廖春波终于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廖春波伪装女生真的能达到仪假乱真的效果吗? 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唱起了歌 你低着头不要看他的声音,只闭着眼睛听到非常像 但是看着他那个样子,确实又有点怀疑那种 毕竟他是一个男的,看着长相也是一个很粗糙的男人 廖春波说,他担心自己装女生,曾某会听出来 于是两个人约定,用唱歌的特殊方式来交谈 当然,那燕丹所谓的父亲也是他扮演的 廖春波说,认识曾某之后,一开始并没有想骗他 我们是朋友,然后他妈他们反对我们成为朋友 然后我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 为了能和曾某继续成为朋友 廖春波想出了以介绍女朋友的方式和曾某继续交往的办法 至于从曾某那里骗钱,廖春波说,是后来自己渐渐动了邪念 男人那个时候也是逼着结婚吧 就一个人出去的,身上的钱也没带,多余的 然后就跟他联系,联系以后刚开始说都没骗他 只是说你借我,借我一下钱就找借口跟他借 都是这样子的,反正那个时候最高最高就到三百 没有想过要骗他,慢慢的,但各方面的压力大了以后 自己就犯死图了 廖春波为什么会发给曾某一张董洁的照片呢 廖春波说,因为曾某逼得紧,没有办法 他就从看到的一部电影里随便结了一个评 但是也不知道那是冻结 我还是不明白 小曾能有几十万的钱不断的汇给对方 他就不能花几千块钱买张机票到北京来看看 我说到大学里去看看你 对,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里头,现在我们叫传导江心不漏池 悬崖勒马收江碗 但是这个防范意识小曾确实是没有 你看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总结出这么一个危险预测 你看小曾他的什么特点 未婚,涉事不深,没有防范意识 这是第一 第二,性格内向 他不再爱跟别人说 这事要跟别人嘚嘚嘚嘚的 要有几个铁哥们,一喝完酒了 一说这事也就漏了 人家肯定会说,你笨蛋 人家是骗你呢 这是第二 第三,他有一定的经济力量 这三十万,咱一般人还拿不出来 他确实是有这经济力量 第四,现在还有一种孩子就相信手机恋爱 网恋,变化恋爱 他居然连对方连见都没见过 但是他相信存在着这么一种爱情 这是一个 最后一个 不能不说,小曾是个好孩子 他确实是对爱还是比较执着 动感情 重情分 这么一个孩子 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能汲取的教训 就是一句老话 这句话我说过多少次了 叫电话直插一二三 半年不动情 你打个电话就完了 是吧 他不管是清华 北大 北十大 不管是哪个学校 他总得有这个孩子 再有一个问的时候 叫电话直插一二三 我问三个问题就行了 有的时候 真有这么个孩子 但你得问高矮 男女 戴眼镜不戴眼镜 哪的人 这个狐狸他经不住三问 这一下就问出来了 再有一个 半年不动情 最好半年之内 不要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第二 第二 第二就是 这个钱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现在咱们的人 是有这么几种情况 你看 有五种人 相信手机恋人 相信网上恋人 相信无单位恋人 相信无家恋人 相信未见面恋人 你仔细想想 现在是不是这样 人和人谈恋爱 居然不用见面了 这五种人 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人受骗了 你其实一问很简单 你有他什么 虽然我给了他很多钱 虽然我已经谈了一年多 我就他一个手机号 是吧 2011年2月28日 玉西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此案 法院认为 被告人廖春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他人钱财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 构成诈骗罪 法院一审判处 廖春波有期徒刑13年 我们经常听人说 这恋爱中的人 智商为零 如果您已经动情很深 为对方花了大量的金钱 居然连对方的面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您这个时候能够警醒 为自己的智商和判断力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见 明天见